好的,又来观战这位S3杰克 这把的话遇到了两位前职业选手 武神魅克的双排 拥兵勘探囚徒 拉拉队员 飞轮两个 这个阵容很完善 虽然说这个阵容它比较的脆 它没有补给能力 但是这套阵容的上限很高 上来第一个点追的是勘探园有飞轮 第一刀误刃堵 这个杰克我算是看下来 他的这个刀出的真的是很赶啊 就可能我们看下来这一刀可能只有50%的机会 但是杰克他不拼怎么赢呢 也确实 就玩杰克的我发现这些玩的好的杰克 胆子都大 就是你得敢挥 敢打敢拼才行 整个击倒的话 密码机估计三台加起来也就修了两台不到吧 一台半 一分钟不到的一个击倒 这局穷者非常难打 因为这个阵容它比较脆啊 当然穷者这边可以考虑什么呢 就是就一波 卡死就一波 现在让外面的囚徒 让这边的拉拉队员猛修 佣兵但凡是准备卡半就被找到呢 一刀误刃真敢挥 敢打敢拼 这里的话追到佣兵 有了回头这边 看探员需要顶起来才行啊 这个看探员需要顶起来才行 甚至这边 穷者其实这个时候要来保这个看探员了 因为这个看探员如果说 在博命结束没多久就倒地的话 来不来看他的误刃啊 这个局势没法打的 看他的误刃 我感觉他误刃会很拼 不过现在看探员有飞轮 这个误刃不太 我就知道他会很拼 看探员这边 就这种误刃真的你得打 你不打赢不了 得打 真得打 这里的话 假装拉开 实则回头 好 拉拉队员过来 我误刃刚好 怎么说 放个鞭炮误刃 实体刀 哎呦 这刀实体刀有点难受 这刀如果是一刀误刃就好了 误刃刀的话呢 这边过来 要么看探员 要么拉拉队员倒地 杰克 应该是输不了 现在只能说输不了 赢不赢 真不知道 因为这一波拉拉队员 看探员是不是还有个飞轮 拉拉队员这边把这个傭兵状态 补起来两个人 如果能补状态的话 这个局还有的打 真还有的打 你看这密码机 接着密码机现在总量是多少 密码机总量是三台半 球者如果说现在状态全部补满 看下来的话 好像不太能行 追拉拉队员吧 这傭兵应该是追不了的 这傭兵花的时间有点多 而且傭兵耐住 诶我 这刀误刃 这可能是求人者翻牌能开始 因为外面囚徒一个人能修两台的 这波追傭兵也行 其实误刃甩中再追一刀 你甚至都可以不用去挂这个傭兵 诶这傭兵是教自己的 他不是被拉拉队员摸起来的 那叫他看杰克的误刃 这刀误刃肯定也是跟刚才一样会赌 过了板子 这边一定打 一定 打了个实体刀 鸡子修掉 就差这半台多的鸡子了 诶 傭兵挂上 这边囚徒过来救人 武神这边是带飞轮的 拉拉队员这边可能待会会吃一首 遗形 诶看到了 贴边藏 攻光 囚徒交电 那 晃 五刃 诶这刀五刃 卡的有点 他有点小小后撤步的感觉 一刀打中的是傭兵 傭兵教自己 击倒囚徒 应该是十秒钟之内 因为他误刃马上好了 这个囚徒撑不住 误刃好了 就得走 啊 不过无所谓 误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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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让他上车吗 上车这边误刃是能打下来的 上车这边误刃是能打下来的 但是拉拉队那边的鸡子快修完了 挂傭兵 还是节奏上面没有能打到最极限 那这样的话密码机点亮 拉拉队员这边能点门 球图是个纯白板 五秒钟以后 技能误刃 好 拉拉队员得过来救人了 拉拉队员得过来救人了 这没办法了 交加速 双BB 但是杰克回头 好 拉拉队员这边减速的时候 这道必吃 蹲下来了 还是只能说就开局的时候 杰克打得太顺了 改天我们下期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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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